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很好玩的 小椰子的 对,摄取一个蛋 然后呢,可以浮出 放在水里 放在水里之后,你看 24到48小时之后 会有一个小鸡浮出来 48的鸡上小时之后 这个小鸡会长成一个大大的小鸡仔 好,我们打开吧 小心一点 这个蛋拿出来上面写的日文 我们也看不懂说的是什么 但是,可能就放在水里就可以了 然后就会浮出来一个蛋 一个鸡 真的有磨了 我们要听一下有声音 好,我们现在就慢慢的等吧 等到12个小时,24个小时 48个小时,7个小时 再来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,好吗 好 好,我先 12多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蛋上 已经有一些练痕了 现在是将近40个小时了 这个有更多的练痕在这个蛋的表面 可是小鸡还是没有浮出来 今天是第五天 小鸡已经浮出来了 但是它还没有从蛋颗里面出 但是第五天,小鸡已经浮出来了 我们看 还有我的练痕 拿出来看一看 小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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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一下是什么感觉 是硬硬的,然后QQ的弹弹的感觉 对不对 还可以把它挤一挤 像一个橘子一样 好可爱的小鸡呀 好可爱的小鸡呀 这都是在这个蛋里面 长大的 谁知道小鸡吃什么呀 米蛋 对,小鸡吃米 让它吃点米吧 让小鸡吃一点米 不是让你们自己吃 是小鸡吃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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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你们自己吃 OK,让小鸡吃米 小鸡 小鸡 小鸡也很喜欢吃米 让它进来吃吧 它也要吃一些米 OK 小鸡吃饱了 你们两个也吃饱了 好吧 我们吃小鸡 我们吃小鸡 你还要吃小鸡呀 OK 跟大家说再见吧 再见 再见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还有非常好玩的东西 我们下次会做一个巧克力喷泉 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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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了 我们下次见